刘玄德马跳谈戏 他让蔡茂追的没有办法 催他坐下的地鲁马 想从这水里边蹚过去 谁知道一切都陷在这河里了 是刘备想起来 哦 一吉先生跟我说过 这马他方主人 哎呀 地鲁啊地鲁 难道你真的方主 说的这刘备来了气了 他抬手狠狠的 给了胯下马来了一鞭子 就这一鞭子 不知道使了多大劲了 鞭子差点抽蛇了 这一鞭子 把这地鲁马给打击了 马有马心呢 马心想水这么深 溜这么急 我得四鞭子在你里头炫着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 你还这么狠臭啊 马也来了火了 他这么一鞭子 他油打在水里头蹦起来了 这匹地鞭子马是连游在求 骑的哗啦 不是说马是龙杏吗 汇水啊 连蹦带跳啊 上了岸了 就在这时 蔡茂领着人马也追到 蔡茂看见了 他看玄德 他陷在水里了 嘿嘿 你说我让你过谭西 你呀 掌翅也飞不过去呀 你不是陷在水里了吗 我过去之后就一声令下乱见其发 我就把你存死在谭西河中 等他也快到了岸边 他就瞧 玄德连游代马 呼一呼一气就起来了 呜的一下 上了对岸了 蔡茂领着马上掉下来 这怎么回事这是 哎呀 这是什么神力啊 游背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啊 这么把马游打河里头一提缰绳 那么老远 上了对岸了呢 不行 我得把它稳住 哎呀 使君 您看看 我家主公刘表啊 请您到襄阳来 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 可您怎么刚喝了两杯酒 逃习了呢 现在众文武以及两位公子都在等着您呢 您快跟我回去吧 玄德一听 蔡茂将军 我跟你远无冤尽无仇 你为什么三三五次加害于我呢 蔡茂心说加害你 不把你致死我惊香不稳呢 蔡茂公目了一下 嗯 看这距离我这一箭射过去 我就能把它射死 不死我也让它重伤 他脸上还笑着嘴里 跟玄德说这话 他那手悄悄的 就奔弓箭去了 哈哈 使君啊 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您与我家主公好似 亲手足一般 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 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了 玄德看见了 哈哈 我蔡茂 原来你是个口密附箭之人 你嘴里跟我说的好听 你那手干什么呢 玄德这话没说完 一拍地鲁马 跑了 蔡茂一看不行了 这箭够不着他了 他当机传令给我下水 那猪一字还没说出来呢 有人告诉他 蔡将军 你快看 后会来了好多人马 啊 蔡茂赶忙 收起弓箭 勒到码头 回头一看 可了不得了 赵云来了 赵云不是让文聘王妃 请去喝酒去了吗 您想 他这酒能喝得踏实吗 他不放心 玄德呀 喝了那么两三杯 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 刚要出去 赵云的随身小笑进来 禀将军 蔡茂带人马走了 啊 竟然更说出了 他跑去大厅一看 玄德没了 他不怎么吓坏 他当时点起三代精兵 就追下来 蔡茂往哪走 他往哪追 一直追出西门 蔡茂一看赵云来了不好 他暗自打了个冷战 赶囊一挥手 告诉他手下的兵将 咱们快回去 迎着赵云就过来了 哎呀 紫龙将军 你也走啊 这没头没尾的话 问得紫龙一愣 蔡茂 我来问你 我家主公何在 刘备哪去了 蔡茂一听 你别提了 我这还找呢 不知道啊 史军为什么 办到曹席了 岂有刺 赵云不搭理他 他就赶快找玄德 带着人跑到潭西边 这么一看 没有玄德的踪影 子龙更着急了 他在马上献起身来 几目远望 看那个河对岸啊 有好些水印 玄德那地鲁马 一切子越在岸上去了 带上不少水去啊 所以那水印还没干呢 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 赵云一想不行 我还得回去 他驳马回来 把蔡茂给追上 蔡茂 等一等 蔡茂 把江绳勒住一回头 子龙将军 你有什么事啊 蔡茂 我来问你 你把我家主公 给逼到哪去了 说到这儿 子龙就把眼睛盪起来 他一抬手 有咬宁魂 把亮银枪就摘下来 蔡茂 蔡茂这么一看不好 他要跟我发火 蔡茂一想不要紧 我打 肯定我打不过你 我给你来个软模样 子龙将军 您别着急啊 这事我还想问您呢 我家主公刘表 是把使军 尤打新野线请来的 请他代替我家主公 没想到 他老人家半道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 他这个 子龙是个精细人 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呀 一丈把蛇毛 就把蔡茂给挑了 要是换了云长 也得把蔡茂捉过安桥 神魂缩绑 找不着我大哥玄德 我不放你 子龙没这么做 他怕引起别的事情 他谨慎行事 我再去找一找 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 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值 说完了 子龙搏马又回到潭西来 他吩咐手下的人马 散开了给我找去 这通找啊 找了有俩时辰 说木下终点四来钟头 还是没找着 子龙又探身看了看 河对岸那片水印 那水印都快干了 子龙站这发呆 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 他没过河 没过河对岸怎么好端端 出那么一片水印子 过去了 这么宽的叹息 可怎么能过得去呢 哎呀 把子龙急得是心如火焚啊 他身上多大的责任 开始的时候人孙前啊 连三将军张飞啊 都不让玄德来 是子龙自己提的 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 万无一失 现在可好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你说他不急啊 不行 还得回襄阳 只能带着人马 又翻回襄阳了 到这儿再找蔡茂 没有了 蔡茂已经进城了 自龙白马了一种 他心想 我进不进襄阳 我进了襄阳 中了你埋伏怎么办呢 哎呀 哎 子龙转面这么一想 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 也许回了新野了 对 我回新野先看看去 好在襄阳离新野 是咫尺之咬 也不算太远 想到这儿 他一拨马 带着人赶回新野县 找刘备去了 哪找去 玄德呀 连他自己 都不知道走出多远来 第龙马跑了一阵子 只跑的是通身是汗 喻 玄德把马勒住了 他用手 抚摸一下这马的踪毛 嘿嘿 你太累了 咱们歇一歇了 现在是日以平息了 玄德翻身下马 牵着这马溜了几圈 然后往道旁的树绳子 这么一拴 自己找了一块星石 往这儿一坐 看了看地龙马 哎 此马 并不方主啊 你不方主人 要方主人 今儿我就完了 是多亏此马 我才逃得性命 选择看了看地龙马 又打量了打量自己 您瞧这份惨象 那袍子还没干呢 两靴筒里竟是水 哎 一看自己这样 玄德 鼻子一酸 眼泪差点掉下来 怎么回事 难免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呀 是智大命归 当初一日我跟我两个兄弟 关羽张飞 说得清楚 大丈夫生于世上 应上报国家 下安离数 现在您看我这惨象 自从出世以来 出任安喜县内 后来让那多幽逼的没办法 投了代州的刘徽 多亏好友公孙赞 带着我随十八路诸侯 去逃东若 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谅 恐龙借兵 让我去解围 陶公主三让徐州 我才找了一个 安身立命之地 没想到又让吕布 把我给挤得走了 后来我投了吕布 又投袁绍 又投曹操 好不容易啊 从曹操这张湖口里 逃出来 要不是自己 用个掏毁之计 怎么能离得了许多啊 现在我又来投荆州刘表啊 实之外 这是我们汉史宗亲 咱们也有个照应 刘表兄长 待我不薄啊 没想到 他身边有这么个菜帽 总想杀了我 刘表这才把我安排在这新野小县 就是个在襄阳一会 潭西河畔又差点丧的声 多亏这匹地鲁鲁马呀 马也好像很同情玄德的绅士 他打了个混 不打混还好 这一打混 玄德的眼泪掉下来 怎么回事 他想起曹操来 看看人家曹孟德 携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 打灭了群雄啊 吕布叫他给杀了 张秀叫他给收过去 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 就连元氏兄弟那么大的势力 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 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 再看看江东的孙权 继副兄之夜 统六郡八十一州 手下是兵精良祖 文旗五倍 再看看自己 怎么跟人家相比 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想到这儿不由自己 用手一弹胡须贴纳 仰面叫了一声天 就在这时候 从远处传来了一阵 悠扬的笛声 吹得怎么这么悦耳 这么好听 一切子就能把人心头上的 愁云给吹散 就要这一阵笛声啊 玄德不哭了 他不由自主的站起来 看了看这环境 哎呦 玄德刚才坐的这儿 光是想些愁苦了 他也忘了看看 这是个什么地方 当他站起来 仔细这么一打量 哎呦 环境可太好了 周围是青山蝶翠 松柏成行 远处山庄 吹热鸟鸟鸟 哎呀呀 这今儿个练兵 明儿个打仗 过惯了荣霸生涯的人 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 觉得是一派清新 哦 在这儿呢 玄德看见了 只见从远处扬长小道上 来了一个木童 他骑着一头板绝青 板绝青是什么呀 牛啊 这牛的名字叫板绝青 牛背上扎着一个小口的片 那小木童偏身坐在牛背上 他大不过十三四岁 头上梳着两个小抓紧 扎着红头绳 前发齐眉后发盖梗 这小孩生的宽脑门 肩下颗细眉毛大眼睛 挺好看的 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 是赤足草履呀 就是光着脚啊 穿着一双草鞋 后背鞋插着一只柳条边 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笔 哎呦 这个悠闲啊 玄德一看这木童 叹了一口气 哎 我不如此童啊 就我刘备啊 都赶不上这么个小木童 看人家的小孩 多么清闲 多么自在 是无忧无虑呀 你再看看我 东奔西跑 兢兢业业 惨淡经营 出生入死 今儿子 差点死的 潭西那儿 哪入这孩子呀 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 他说出来 叫人小木童听见了 木童 立刻把小笛子 收起来 他愣刻刻瞪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玄德 木童 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 又看玄德这样子 上身是干的 下身是湿的 旁边拴着一体马 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啊 还是弄着水 连主人带坐地都这么水淋淋的 你别看 刘备的样子很狼狈 可是他这长相 也挺惊人的 木童一看 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 他看愣了 猛的小木童想起来 啊 可能是他呀 木童把手一抬 指了指刘备 嗯 玄德下了一色 听说什么 可能是他 谁呀 小木童欢喜的 有大牛背声跳下来 他腾腾几步 跑到玄德的跟前 上下又打量了一番 哎呀 您莫非就是 刘备刘玄德将军啊 说了他给玄德 深识一礼 嗯 玄德愣了 在这远香皮啊的小小山村 怎么小木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 哎呀 木童 你认错人了吧 我没认错 您准是玄德将军 因为我家庄主 常常提起您 你们庄主 他是什么人呢 小木童回过山来 抬手指了指 说您看 在另一深处 有座小小山村 那叫水晋庄 我家庄主 就是水晋先生 司马德操 哦呀呀 宣德大吃力精啊 我是久闻其名啊 就是那 司马辉 小木童点点头 正是他老人家 司马水晋先生 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 哎呀 玄德将军 您有所不知啊 我家庄主 喜交山林隐士 这有庞氏书职 您没听说过吗 就是那 庞德公自山民 庞统 庞氏园 他们书职两人 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 他们三个人经常 在树下对异清谈 是终日不倦 就说这几个人 要是一块下棋呀 说起话来呀 一天到晚都不知道啥 他们有时 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 我常听我家庄主 和庞氏书职 提到刘关章 说你们兄弟三人 都有特点 您的耳头特大 真是小 说着小牧童拍着手 落得跳起来 说明二帝关羽 面如重枣 残眉凤目 无柳长人 您三帝张飞 抱头还眼 我记得可清楚了 所以我一见您 就把您给认出来了 啊 牧童 你真聪明啊 哎 你能不能领着我 到水晶庄上 拜一拜庄主 司马先生 能呢 我家庄主 也早想要见进您 宣德将军 您随我来吧 多谢你引路 宣德回首 把地鲁马 解下来了 跟着小牧童 进了水晶庄 刚一进庄门了 就听屋子里边 有人弹琴 小牧童告诉宣德 将军 我家庄主正在弹琴 您听他弹得好吗 好啊 非常好听 你不要惊重庄主 让我听一听吧 小牧童点头 就把玄德的马缰绳 接过来 玄德往前紧走几步 站在狼檐下 他把手一背 头一偏 站在这儿 听开了琴了 屋里弹琴的这位 弹着弹着 咔 不弹了 就听屋里有人说话 哎呦 掌音非常红亮 哦 这是哪里的贵客 在窃听我的琴声 随着这话音 有打屋里走出一个人来 玄德举摩 这么一看 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 看此人 年纪在六旬左右 是鹤骨松青 不抛马驴 此人出的门来 冲着玄德一共守 使经使经 我当何人 原来是当今英雄 使君 刘备 将军请了 宣德赶 权德赶忙活 你岂敢 是我留被来的鲁莽 打扰先生 哪里话来 将军 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啊 哦 宣德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瞎 不瞎先生 我信马游刚 有山村经过 哈哈哈哈 说得司拔先生 哈哈大笑 应该说您大命不死 是不是被人追赶至此 他这个 哎呦 宣德蹭着一下 连耳朵都红了 这多难为情 这位先生会算命吧 怎么会看出我 让人家把我赶在这儿来的 司马先生笑了笑 宣德将军 不要多想了 你看 你那袍巾 不是还湿着呢 哎呀 惭愧 刘备这才明白 甭说司马先生 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 这里的下半身 由潭溪上来之后 都是水 走这一路 遭了好多尘土 全活了泥了 有这么新马油缸的吗 谁散步 没事往河里掉 别解释了 司马先生过来 拉着宣德的手进屋 宣德坐这一看 这屋子也与众不同 称得起是松悬茶树 琴棋树花 石岸清香 窗外圣灾松竹 横琴于石床之上 真是青气 飘然 喝了两杯茶 水晶先生就问宣德呀 将军啊 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怎么还是这样 骆驼不偶呢 就是说你怎么 还这么不走运呢 难道没遇上一个 施展你自己报复的机会 就是说你这么成名 你怎么还不能成其霸业 哎 是我刘备命运不佳 不是 水晶先生摆摆手 不是命运不佳 而是将军你身边无人 你没能人 玄德一听 水晶先生 怎见德国玄德没有人呢 我闻有孙前 简庸弥弥朱 吾有冠章 子龙等人 他们都是才智过人 永贯三君 哈哈 水晶先生听这儿 微微一笑 那冠章赵云 确实有万俗不挡之勇 但是 他们不会用兵不战 只能打仗 你让他干什么 他干什么 他出什么谋 画什么册 不行 孙前简庸之辈 都是些白面书生 并非是经轮济世之才 水晶先生 我曾求写于山谷之中 可以说便访贤明 但至今未遇啊 我到处访贤 一个也没碰上 使君 你别忘了 实时之意 必有忠信 就这地方再小 也有能人 哎呀 留被愚昧不实 愿求指教 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 哈哈哈哈 水晶先生 微然一笑 天下奇才 尽在于此 能人都在这儿了 玄德赶忙站起来 神识一礼 请水晶先生 您给我推荐几名 几名 哈哈 玄德公 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 这两个人里边你得一个 天下可定 这俩人是谁呀 明天再讲 我只给你推荐几名